各位,我是王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你們講素描石膏像 素描石膏像的理論 素描石膏像,我們通常見到兩個石膏像 一個叫做大衛,一個是衛納斯 大衛和衛納斯,為什麼很常見到呢? 是古代羅馬時期,法國時期,或者俄羅斯的學院 都將衛納斯和大衛,米高朗進來的大衛 稱為最標準的男性和女性身體的一個標準 因為解法、結構、原理都是很完美的 所以推薦成為一個標準 大多數學院都是用這個標準去畫 大衛的標準是七個半人頭 是哪個雕數呢? 是米高朗進羅,米高朗進羅 米高朗進羅的雕數很多 有很多,有很多成功的雕數 這個大衛是最成功的其中之一 他雕數石膏像是多少歲呢? 是二十五歲,很年輕 米高朗進羅是一生人都是做雕數、建築和繪畫 建築他都會做的 那個教堂、墳墓等 很多都是他的建築設計 那這個二十五歲 他雕數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大衛像 他幾多歲開始做職業雕數家呢? 十四歲 開始跟職業雕數家一樣工作 一樣收工資 以及非常高的工資 他是一個天才 那麼這個大衛像呢? 我們可以看到 大衛像的解剖原理結構非常之完美 精細 大衛的眼睛 他的手 筋骨 血管 肌肉 軟的脂肪 都分得很精細 在一個大理石之中,把它分得很精細 那麼這個是非常之成功 所以怪不得學院派 稱他為最標準的男性 比例、解剖都很完美 那麼我們一邊學習的時候 我們一邊去解釋 為什麼他的解剖會這麼好 為什麼他的結構會這麼好 那麼我們要學那個石膏像的時候 要知道他的知識性的原理 那麼就不是說到詞便可以了 明白嗎? 這個學院派 預為最標準的女性 就是韋納絲 這個韋納絲 很可惜是斷了鼻 斷了鼻的韋納絲 那麼他的面部 身體的軀幹部分 和他的上半身 和頭部都非常之完美 那麼他的結構 解剖原理呢 非常之符合女性的標準 那麼我們會一邊亂畫的時候 一邊慢慢跟你說 那麼那個韋納絲呢 實際上是古希臘時期的雕塑 那麼他有很多個版本 有些是油畫版本 維納絲 那麼有一個是 很多油畫版本 就是 石像 大鯉石的雕塑 都很多 但這個是最代表性的 所以呢 我們很多學院派 例如意大利 羅馬時期 法國 甚至俄羅斯 都稱他為最標準的女性 好 那麼一邊畫的時候 當然一邊理解他的原理 那麼理解他 維納絲的解剖原理 他的女性的美鑑 怎麼會稱他為美鑑 因為他結構方面是很優美的 我們畫石高像的時候 通常要畫兩個人 一個是男性 男性就畫大衛 這個大衛是 麥高朗直號 麥克蘭安吉羅雕塑的 一個大衛 大衛是很多雕塑家 都有雕塑大衛的 但麥克蘭安吉羅的大衛 是最代表的 那麼這個女性 就是要畫維納絲 這個維納絲 我遲少少有些圖片看的 那麼我現在 這個圖片是一個維納絲 紮面的像 這個維納絲又叫做愛神 美神 還有很多神 都是女性 男性女性 有不同的神 還有 男性的中年人 青年人 都有不同的 他代表是一個人的性格 一個年齡的一個代表 最有美感的 那麼 希臘神話的雕塑 大多數是希臘時期的雕塑 有些是羅馬時期的雕塑 就是把它複製出來 那麼 那個藝術性非常之高 他們的歷史很久 有幾千年 但是他們的藝術性 完全是很高的 就是現代的藝術 都未必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們成為 畫素描 學素描的一個飯典 一個示範的作品 那麼我們 這個是大衛了 那麼我們幾千年 學素描 西方傳統都是畫石膏像 那麼近這 差不多是50年 西方的藝術才慢慢 走下坡 就不用畫石膏像 那麼即使現在的大陸 他們都是畫石膏像 但是都是跟那個 西方的那個雕塑的原主 就離譜了 因為他們很難買到原作的複製品 什麼叫做原作的複製品呢? 例如這個大衛像 外國的美術館 他就用那個石膏 外面塗一些直膠 直膠是軟的膠 再在外面塗一層石膏 帽 石膏分為幾個面 可以塗出來 例如腳 他分開前後腳 那麼 腳 腳 爭那部分 腳臂那部分 都分開幾塊 所以他會逐快拆出來 接著 裡面那個叫做直膠 軟面面的 所以有些曲線 彎線 都可以用直膠的方法 保留它的形狀 然後把外面塗一層硬的石膏帽 再用直膠帽 然後再拿出來 然後 再合成 在這個通洞的地方 灌一些石膏 現在更加先進 用玻璃纖維去做 所以俄羅斯艾術館的石膏像 因為它沒有增跡 所以是用玻璃纖維做的 那個原種很重要 原種是根據真積去變出來的 所以那個原種一走樣 就沒有了美甲 沒有了那個原意 那麼我們在國內看的石膏像 很多是走勢養的 就非常之可惜 那麼要去外國買回一些 真積複債出來的石膏像 才去到百分之九十九點 那麼這個法國美術館 英國美術館 俄羅斯美術館 都有大衛像 那些大衛像 應該是用真積複債出來的 這個大衛像的頭 很精細 它真積很精細 它真積很精細 而且眼睛很浮凸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所見的 雕塑品的原作 那麼如果是有一個好的原作去畫 當然很好 那麼這個呢 這個是畫出來的 這個是俄羅斯美術學院的學生 畫出來的 那麼他們畫的時候 很精細很精細 就是他畫 那麼成為一個叫做優秀作品 就被一些 被術學院保留 做一個示範來的樣板 這個樣板 那麼這個叫做優秀作品 那麼這個呢 都是一個俄羅斯美術學院的 我相信是進修的同行 就是學生畫的 大約要畫二十幾個小時 非常之精細精密 所以呢 很值得我們參考借鑑 我會遲一點慢慢說 他的明暗關係 明暗交界線 結構線 結構原理 還有骨頭 軟骨 肌肉 的變化 那麼石膏像 為什麼有這麼多變化呢 在學院裡面 他非常之注重這些變化的 所以橫腦石膏像 又血又溶 那這幅作品是 《未完成的惠納斯》 我示範作品 這個作品就是講解 明暗交界線 先分明暗兩個臉 那麼淺色 中間色都不橫 只橫在深色和反光 和小許的中間色 那麼這個目的就是 教學的示範 讓學生看看 怎樣去橫食膏像的 這個是大衛的耳 大衛的耳朵 畫得非常精細 他的解剖原理 骨頭 軟骨 脂肪 分得很清晰 這個是大衛 用石像去雕塑一個人的時候 很注重那個比賴 解剖 所以成為一個最標準的石膏像的典法 我們畫的時候 深深地看回到 這個雕塑家 將大理石可以挑到有肌肉 脂肪 軟骨 等等變化 非常之成功 大衛的眼睛 大衛的眼睛是整個大衛雕像中最成功的部位 他的眼神充滿憤怒、勇敢、力量、決心 大衛的眼睛一邊畫一邊欣賞 雕塑家 為何可以畫到這樣 全神 所以我們學古典雕塑的時候 我們吸收到很多知識 很多有艾術表現力的知識 畫石膏像要理解 才學到石膏像的原理、美鑑 我們盲摩摩跟葉宇那些去學 畫得很逼真、很淺 都沒有意義 因為你不理解石膏像的原理 你就不可能畫得好的石膏像 我們會逐點逐點 慢慢和你們講 石膏像的原理 怎樣學好畫石膏像 歡迎你們訂閱我的Patreon 歡迎你們參加我的素描課程 和水彩畫課程 你可以直接聯絡我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教我們 請教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